记者同建立苗栗报道,苗栗县政府爆发财务危机后,于104年5月起,县内紧销每月超勤津贴减少2000元,由17000元降为15000元。 县长徐耀昌今天宣布,警方抄勤津贴恢复至上限17000元,并次即日起,他的所有行程活动出随户,一律免除家派为安勤务人员,让警察能全新投入治安、交通及卫民服务工作。 县府秘书长陈冰山表示,此此事也是用消防,但以不增加两具年度总预算为前提。 徐耀昌今天参加苗栗县警察局月报纪表扬,受洁仪式,有感苗刑履破刑案,为县内治安、交通及卫民服务务力,被急辛劳,宣布授权警察局于年度预算内,外勤援警超勤加班费每月一行政院,核定最高额度17000元内核实之领。 另,徐耀昌为避免增加基层警察同仁勡务负担,也表示即日起他所有行程活动出随户外,一律免除家派为安勤务人员。 陈灵山表示,新政院现行规定锦销超勤津贴上线为每月17000元,其中中央补助12000元,地方政府市财政状况加码编列,县内锦销超勤津贴原位每月最多可领17000元,但因县府爆发财政危机于104年前少2000元为15000元。 陈灵山说,县长体恤警察辛劳,恢复超勤津贴上线到17000元,授权警察局给予外勤援警鼓励因年度预算规模不变,也让警局更落实外勤援警时数控管,分级和学之领并非人人都是17000元,消防局也适用。 除害者,批判外方法非常伤为甚远,也让警局更day,便让警察控制成了一大分之一。 火灾。 火灾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